现在我们来看 下养心的功夫的 我们说到第十六条了 也就是陈九川录的第三节 用功 这个用功指的是用养心的功夫 九川又问 用功收心时 有声色在前 有事物的样子 我们也听到了声音 如常文件 文身建设 恐不是专一了 是不是这么理解 当我们用功的时候 我们把心收敛了 收敛起来周遭的一切都应当不文不见才好 若还是有文件 我们就没有达到专一 这是陈九川问 杨明回答 如何与不文件呢 除此稿木死灰 除非我们用功的时候 把自己弄成了稿木死灰 生如稿木 心如死灰 或者就是什么 耳聋目盲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生如稿木 心如死灰 耳朵聋了 眼睛看不到东西 除非是这样了 这不是用功啊 所以用功是要有文件的 这是虽文件而不流去便是 不跟着文道的 见道的走 这也就是陈宗所说的 不为外境所染 外境一直在变化 叫迁流 不跟着外境迁流 叫不迁 不迁明长 这是涅槃经中的话 或者用成中的语言 那叫与相 离相 与静 离境 相总有 静总有 与相就是承论相 但心不跟相走 叫离相 与静就是承论境 心不跟静走 叫离境 怎么叫用功 这才叫功夫 不是耳聋 目盲 周遭的一切都 不文不解 这叫用功 不 诶 那个 陈九川就提起一个掌顾了 说以前有人静坐 下静坐的功夫 其子隔壁读书 他的儿子在隔壁正读书 不知其情过 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儿子 读书是情奉的 还是懒惰的 有人静坐就不管 不管儿子怎么读书 我自己静坐 陈子称其圣静 陈子这里陈子是指陈仪 陈仪说 此能圣静 师父是表扬他了吧 陈九川问了何如 陈仪号什么 伊川 杨明这么说的 伊川 孔义是 吉他 陈仪说 此能静坐 正是圣静 这恐怕是 讥讽他的话 嘲笑他的话 因为他像陈仪 总不会这么看待用功吧 我们用功就 与世隔绝吗 与世隔绝了 才叫真用功了吗 错了 用功就在日常生活中用 你祖静 固然是祖静了 静固然是静了 但这个静不是指 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闻 而是指 不跟着文件走 不被文件所牵累 文件当然还在文件 如果儿子在隔绝读书懒惰了 你得去提醒他 你说一概不闻不问 这不是用功 这一条很简单 概括为 用功不离文件 我们下养心的功夫 并不是下一种与世隔绝的功夫 把这个心孤立起来 都搞错了 心无内外 心不是在你的枪子内 我们的心都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我们下养心的功夫 我们下养心的功夫